大家好,我是沈亦君 我今年剛畢業一名政大法律 我老闆還是很緊張 今天還有通知大家 我是第一屆貝殼放大顧問部的實習生 然後我們第二屆的實習生也有在這邊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我今天主要會分享我在貝殼放大的實習 那如果大家對極致有興趣 就是群眾極致的運作啊 我們公司做了什麼服務 那大家可以再試一下跟我們交流 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題就是我在貝殼學校的願望 好 首先我們要先來做貝殼放大 快問快答 就是如果你覺得答案是對比較取全 答案是錯比較差 如果全隊有獎品喔 真的 如果全隊有獎品 好,第一題 貝殼放大是一間熱炒店嗎 這如果答錯我也是沒辦法 好,那當然不是 我們是一個群眾極致的部分公司 什麼是群眾極致呢 就是群眾把他們的計畫放在網路上 或者是用其他影片圖文的方式 像大家說募集資金 對 好 貝殼放大是一個群眾極致的平台嗎 那國外有Kistarter跟Indiegogo這樣子 所以我們做的是顧問的服務 不是提供的平台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幫我們的客戶 獨立架設一個網站 或者是我們幫他們製作 那這個部分我等一下後面再講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群眾極致平台 大家猶豫一下 圈不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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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是沒有關係嗎 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就是比圈 沒有關係就是插 答案 大多數比插 那其實我們是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還是要幫我們很多的客戶 他們可能要選擇平台上幾支 因為平台是有一定的流量 所以我們會幫助他們上平台幾支 像我現在自己的案子 只有在負貸應地上幾支這樣 那我們最近折折上面有很多案子 像是樹蠟筆啊 像是竹牙刷等等 就是我們公司的案子這樣子 所以答案是圈 貝格莫拉斯一間剛成立的 小的新創公司 我提示一下喔 小的新創公司 答案是圈或差 這裡面隱藏了很多 是不是剛成立 是不是小 是不是新創公司 當然是很猶豫 就是有很多個因素要考慮 那貝格莫拉斯一間剛成立 是沒錯我們成立大概半年 對不對 半 快一年了 快一年 快一年 對 那也算是剛成立了多久 然後小 是不是小呢 我們現在目前大概 呃 加時其身大概有四十幾人 然後正值大概有 呃 十七到二十這樣子 所以 就新創公司來說 是一個蠻大型的公司的其實 那貝格莫拉斯成員 背景多元 關係複雜 卻複雜 這好像有點私密喔 這個問題 關係是不是複雜 然後 背景多元是一定的 就是我們有各種背景 像我自己的法律嘛 然後我們有 呃 產品設計 網路工程 呃 生物科技 等等都有 不同的呃 呃 成員有不同的背景 然後導演啊 等等的 跟郭欣副長這個部分 就後面多說了 這樣子 好 貝格莫拉服務 翻演為為何 簽過差 哦 這個沒有簽過差 就是我現在要講 那我們目前三看服務有 推廣面 就是我們有自己媒體 然後我們有空間 我們常常在我們的 貝格好事回去 可以就是 搜尋一下服務的那些 貝格好事 我們常常舉辦活動 像之前有歌手 搜尿文牆 或者是 有關 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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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 低音 得 低音 低音 他們很常有問題 那我就是看到 那我就是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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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